很多人都有听过孙子兵法这本书 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兵法经典著作 同时也被誉为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 而这本书的作者孙子也被后代人称为兵圣 他的兵法哲学不但在全球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也是全世界战略思考的宝典 但如果孙子出现在现代是个上班族的话 如果孙子就在你的公司上班的话 如果你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而孙子是你公司主管的话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大家好我是张迈克 我今天来跟你分享的这本新书 叫做假如孙子是现代上班族 光听书名就觉得很有趣了 而且作者经练了孙子兵法的经典策略 加上情境式的举例书名 阅读起来可以说是轻松愉快 简单易懂 完全没有古书坚慎难懂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有战略之神的智慧 来征服工作职场的话 那可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本书 但孙子兵法其实不只是一本关于战略的经典 不只可以应用在商场 更可以应用在谈恋爱 政治或运动等还有竞争要素的领域 因为一切的竞争行为都来自于人 那孙子兵法呢 精准剖析了人类细微的心理 那以下就是假如孙子是现代上班族 的几个我认为很有趣的篇章 第一个不要一早就去处理难搞的客户 要傍稳的时候再去 孙子有说 无论是战场上的士兵 你的竞争对手或是客户都一样 他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士气高昂 因为随着时间跟环境的变化 人的干劲跟战斗力也会有所不同 当你早上去拜访难搞的客户 刚好是他活力充沛 精神饱满的时候 这时他的战斗力跟毅力 都是在最佳的时刻 所以沟通协调协商的时候 他也不会轻易的退让的 但如果你傍晚才去拜访的话 他已经忙了一整天了 肚子很饿也准备要下班回家 这个时候跟他讨论协商困难议题的话 他会比较松懈 态度 也会比较随便 要达成共识 也会容易许多 所以只要是特别麻烦的客户或是厂商 傍晚再去谈就对了 我第一 当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 如果正面对觉得胜算不大 那就不要起正面的冲突 要换个方式展开调查 并锁定对方的弱点切入 假设你想要开发一个大厂客户 但客户对方的窗口 已经有一个长期配合的厂商了 所以他也很明确的跟你说 在短期内不会有跟你下单的可能性 我这样的局势对你很不利 而且这个时候不管再怎么死残烂打 都对拿到电单没有帮助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拿下这个客户的电单的话 你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并展开调查 而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越级锁定客户窗口的主管 甚至是公司的老板下手 你可以先翻阅客户公司老板的访谈或是报道 来摸透对方的兴趣跟行动 如果你发现他习惯在附近的公园慢跑 那你也可以开始到那座公园慢跑 也许碰面几次之后 你们就会有交谈的机会了 或是你可以参与对方公司高层主管经常出席的场合 像是福伦社狮子会或轻商会之类的社团 那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避开客户厂商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 以更对等的方式来切入经营客户的关键窗口 所以不要跟强大的竞争对手起正面冲突 因为战争的目的不在战斗 而是要取得胜利 第三 你的竞争力取决于你握有的资讯量 假设你的公司想要采购一批电脑 如果你想要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选出一个价格合理服务好品质也不错的厂商的话 最简单又有效的办法 就是同时找五家厂商来报价跟做简报 这样子你就可以同时取得大量的资讯 也能问出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那如果你销售的对象是企业商家的话 那你一定对这种情境不陌生 相反的 如果你是提供电脑产品的供应商 要能确保你能拿到大部分订单的关键 除了你本身产品的优势之外 就是你能获得多少关于竞争对手的关键资讯 例如他们的报价单 简报档案 甚至是配合厂商的资讯 我知道你可能在想说 Mike 我要怎么拿到竞争对手的报价单呢 他们又不可能给我 没有错 他们当然不会给你 但这并不代表客户就不会给你 不过这取决于你跟客户的关系 像我以前在科学人区跑客户的时候 我手上就握有几乎当时 所有竞争对手的报价单跟简报 但我也很确定 他们的手中应该也握有我的资料 所以我不断的评估对手的资料 并改善我自己的报价单跟提案 来压制对手 那同时呢 他们也通过管道来取得我最新的报价单 跟提案 也去调整他们自己的简报内容 来压制我最新的提案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资讯的战争 谁的手中握有最新的资讯 谁就握有主导权跟优势 另外孙子也有提到 在战争中使用间谍的原则 像是派人渗透敌因 侦查敌情 估计对手的战力 并依据实际的情况 拟定对应的战略 另外一方面 如何防堵对方的间谍 也一样重要 孙子提到五种类型的间谍 分别是因见 内见 反见 死见 跟生见 把2500年前孙子提出的间谍理论 用在今天的商业战争 也完全可行 也就是五种类型的商业间谍行为 第一种因见 指的是拉拢竞争对手公司的员工 来使他从事提供情报的间谍行动 第二种是内见 指的是拉拢竞争对手公司的高阶主管 来使他从事提供情报的间谍行动 第三种叫做反见 也就是反过来利用竞争对手 派来你公司的间谍 威胁或利用他提供对手情报给你 第四种是死见 也就是提供假情报 给你派过去的对手阵营的间谍 并使他把假情报告诉敌人 用来欺骗对手的间谍 最后一种叫做生见 也就是你派出去渗透对方公司的间谍 成功取得关键情报带回来 没有被当场抓到 甚至对方都没有发现的成功间谍行为 所以孙子提出的这五种间谍行为 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党派之间 跟公司的竞争对手之间 甚至是公司内部的派系之间 只要有竞争关系的团体都几乎适用 你自己不策划间谍的行动 并不代表你的竞争对手也不会 但不要误会哦 商场上的间谍行为 并不一定都像是007电影里面一样 有乡称美人要出生入死的 不是的 很多时候 重要的情报被对手掌握 就只是因为某个没有恶意的大嘴巴而已 他可能被对手给利用了 都还不知道 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公司或是派系内的情报 似乎被对手给掌握的时候 该怎么做才能揪出间谍呢 方法当然是有的 而且类似的剧情 你可能也有在黑帮电影里面看过 做法是这个样子 假设有三个嫌疑犯 可能正在透露情报给对手 首先你要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 那接下来呢 你要刻意安排不同的场合 分别透露三套琐碎的情报 给三个嫌疑犯 所以每一个嫌疑犯接收到的情报都不一样 这样子你就可以依照被泄露出去的情报 来判断间谍或是大嘴巴是谁了 另外你也可以反过来利用间谍 来释放假消息给对手 例如你正在想办法跟公司谈更好的序约条件 那你就可以趁对手派系的大嘴巴 你在现场的时候刻意释放假情报出去 说猎人头公司要来挖脚你 跟你整个部门过去 这一段话如果经由大嘴巴 传到公司高层的耳中 而且公司也对你有正面评价的话 你就更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条件 那这种手段呢 就是反过来利用间谍 释出假情报 给对手的签字战术 也就是反箭 好的 那以上就是假如孙子是现代上班族 这本新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分享 如果你对这种类型的主题感兴趣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买一本回去看 点击下面的链接就可以马上购买 今天下单最快后天就可以收到咯 另外非常感谢金周开 可以来送10本集的大家 再点击下面的抽奖链接 按Facebook分享这部影片 并设为公开Tag张迈克 就有机会抽到这本好书哦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我是张迈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